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来我这里面试的大部分都是三个人或者两个人他们一起来的 就是你们越南的女孩子 一个人来的也有但是很少 而且就是我发现你们一个人来的时候 我们都不愿意喝那个我给你们倒的饮料 然后你们是不是害怕我是坏人 有一个越南妹要来我这里面试 现在已经到我这个楼下了 现在我要下屋去接下她 今天下雨出来才知道 那个女孩好像就是昨天那个过去问一下 你好 你是昨天那个拿到我广告的那个女孩吗 是的 就你一个人 下雨天你也过来了 对因为比较不想工作 我们刚刚就过来看一下 好吧 那我们现在去我楼上工作室聊一下 走吧 就是这里了好了可以进去了不用拖鞋啊 你坐这里吧 你要喝点什么 我这个冰箱里有点饮料 看一下 这个有可乐啊 冰红茶呀 冰糖雪梨 冰糖雪梨啊 好的好的 好的 那个我先问一下你是越南哪里人 我是莱州的 你今年几岁了 19岁 19岁啊 嗯 你以前有没有做过这个抖音啊 没有做过 没有做过啊 那你有什么才艺吗 没什么 没什么才艺啊 对 没关系啊 这个我们这里可以慢慢学习嘛 因为你们比较年轻啊 你们学跳舞也好 学唱歌也好 就会因为年纪小 所以会快一点啊 没关系 你可以先来我这里试用一下 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 就是来我这里面试的 大部分都是三个人或者两个人 他们一起来的 就是你们越南的女孩子 一个人来的也有 但是很少啊 而且就是我发现你们一个人来的时候 我们都不愿意喝那个 我给你们倒的饮料啊 然后你们是不是害怕我是坏人啊 没有没有 可能担心说我给那个饮料里面放什么东西啊 我觉得一般不会啊 在我们中国很安全的啊 我们中国 这样住人应该是很少很少的 我都没有见过啊 但是你不喝也没有关系啊 你跟我以后一起工作久了 你就知道我是怎样的人了 那我一会带你去看一下那个宿舍啊 然后你看一下 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 到时候就可以搬过来了 好吧 我现在带这个 我这个来面试的小助理过来看一下这个宿舍啊 这边的宿舍啊 是一个 我在那边装了这个有宽带 然后有两个卫生间 有洗衣机啊 然后你去那边看一下 那边有个小卧室啊 我觉得你可能会喜欢 这边这个小卧室你觉得怎么样 就这里可以吗 可以 这个是之前我那个小助理住过的 然后这个床单被子我都已经洗过了啊 那你什么时候搬过来呢 明天吧 明天啊 好的好的 那就先这样吧 嗯